对人也很真诚 真的 这就是你跟其他人的不一样 我有这么好吗 这都几点了 摩擦啥呢 开工了 植物晒不到太阳 都蔫了 植物蔫了 你俩就不开工了是吗 植物梁哥 你看 好了好了 今天收工之后 我帮你们 把这些植物搬到我房间 我房间够大 阳光更充足 可以了吧 你们俩 没下次啊 孟王姐 我给你讲个故事 放松一下 讲吧 从前啊 有一只小美人鱼 它特别不喜欢晒太阳 每天就躲在海底下 后来 她打伤了魔女 抢走了神器 每天在海上腥风作浪 还把最爱她的王子 派死在了沙滩上 结果 美人鱼变成了丑人鱼 孤得终老呢 所以呢 所以 女人不晒容易变坏 多晒着太阳 就心情好啦 谢谢你 我知道 那就好 是啊 姐 你要多笑笑 这样子心情才会更好嘛 对啊 不是让你们去休息了吗 怎么还出来啊 我出来散步啊 你在画油画呀 当我压力大的时候 还有 不开心的时候 我就喜欢拿一个画篮 到海边坐一会 然后看海浪起伏 就会觉得 我心里会平静一些 对了 保护者快杀青了 你有学到什么东西吗 虽然每天都很辛苦 早出晚归的 但是呢 我觉得每天都很开心 而且 觉得很充实 有进步吗 虽然我老是惹些麻烦 尽管我很努力地 想把每件事情都做好 但总是害了你一次又一次的 我觉得 可能不适合做这一行吧 我倒是觉得 你很适合这一行 你这个人呢 虽然有的时候 有些神经质 但是对于任何人来说 你用心地处理每一件事 很善良 对人也很真诚 真的 这就是你跟其他人的不一样 我有这么好吗 那你现在 是不是还讨厌 这个圈子里的人呢 还行吧 我做的吗 我只不停 我只是会做的 你养在那里 你这时 不要 就像是 还好吗 我 可以 回来 比克姐 俊逸 傅达拿下了 在你出事这段时间 耽误的那部戏 他的形象还是不错的 只是缺少一些机会 现在机会也到手了 而且公司可能会出现 双雄病例的情况 我提前告诉你呢 是希望你做好心理准备 以后公司竞争 只会越来越激烈了 好吧 我知道了 对了 你和尹梦聊得怎么样 还是没什么进展 他好像很受伤 什么都不跟我说 我就知道 他还是没有走出来 我觉得这件事情 还要慢慢来 也不能怪你 你刚见了俊逸 心里也不好受 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慢慢来吧 我相信有一天 也莫会愿意告诉你 你先去忙吧 我这里还有点事 好 她往后 不必得动 escape 啊 啦 儿子 好 你在唤我呀 你喜不喜欢啊 喜欢 送给你了 真的吗 谢谢 不客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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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